What's up everybody,这是Leo 今天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旁边这款经典的复古的jacket 就是The North Face 1990 Mountain Jacket 很多人对这款jacket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如果你对这款jacket还不太了解的话 那我们就露一段影片 Let's draw the pictures 好,没有错可以看到很多的桥牌和North Face的联名呢 都会选择这么一款经典的The North Face 1990的jacket 来作为它们的创作元素 在这款jacket上面呢 用它自己的design和图案、画纹来创造一种更加酷炫的感觉 今年的North Face又重新把这款经典的1990 Mountain Jacket 再次的复刻出来 这款jacket在美国会卖300美金 300美金到底值不值呢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款jacket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看到这款jacket是Gortex材质的 在图案用品的材料中算是No.1 好像我们熟知的很多的特别有名的牌子 像Architex、十足鸟、Panagonia、The North Face 它的高端的冲锋衣都会用Gortex的材质 凡是用到Gortex材质的jacket都会比普通的 它自己生产的一些防水的面料更贵一点 首先摸到这个红色的Gortex的材质 感觉还是花滑的一种防御的尼龙的感觉 这黑色的部分摸起来是比较粗糙一点的 它采用了更加耐磨的这种材质 在肩膀上和手肘的部位都采用了这种材质 这肩jacket是一个offshell jacket jacket里面有一层薄薄的fleece的lining 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 所以在春天或者秋天都可以当做一个外套来穿 如果在冬天呢 你同样还是可以穿这个出去滑雪啊爬山啊都可以 而且呢它这里面有这个内侧的这个拉链 它是zipping compatible的 所以呢你有很多North Face处的这种fleece或者是羽绒服呢 如果它也是zipping compatible的 你就可以把这个羽绒服的拉链 直接拉到这个jacket的内侧 这样呢它就变成一个厚的防风的羽绒夹壳了 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pocket 这个袋子非常大 如果花雪呢你可以放花雪的goggle 你可以放一些钱包啊手机之类的 都还有一个小的pocket 可以放一些贵重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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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整体呢这个袖子是有这种Vocro的 如果你里面穿很大的这种羽绒服啊 然后你又带了很大的这种滑雪的手套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打开 如果你单独穿呢 你可以把它缩紧 这样用防止这个风可以吹到你的袖子里面 这个jacket呢是比较regular fit的 所以呢你如果order的话 就order和你平时穿的size一样就好了 它这个复古的logo 还是比普通的North Face处的jacket要大一点 这个袖子上面有vortex的感觉 整个这个拉链呢都是YKK的zipper 所以质量还是非常的好 这款jacket的暖手的pocket 是在中间的 有点像这种风雪大衣的design 看看侧面 一个非常经典的冲锋衣 如果你在大风的天气出去爬山啊滑雪啊 它会将你保护得非常的严实 而且旁边呢有这个可以调节的这种袋子 你可以把这个帽子调节的非常适合你的头部 看看我们的背面 像我刚才的图片给大家看到的 Supreme跟North Face的联名呢 很多次呢都会出这一款jacket 每次出呢都会很快的买完 像像上一年出的雪拆系列 有这款jacket 而且在aftermarket会炒到2000多块左右 所以呢现在如果300块 能买到这一款经典的1990 monthjacket 还是非常的划算的 这款jacket呢一共出了4个颜色 这个黄色、红色 还有一个蓝色的还有白色的 相比之下呢如果是独鸟 Pandagonia如果用Gortex材质的jacket 也会卖到300美金以上的 alright 所以我觉得这款jacket还是非常的划算的 alright 请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款jacket的看法 它到底值不值300美金 而且你喜欢什么颜色 alright 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话 我叫Leo 我是一个sneakerhead 然后我比较喜欢收藏一些streetwear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你订阅我的channel吧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 uh